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景仁 听过你刚刚在贵州回来 对啊 不过转眼来到安徽模湖了 这次有什么看 这次带大家看两间厂 一间就看讯意玻璃 另一间看讯意光能 一天看两间 时间有点赶 对啊 所以事不宜迟 我立刻带大家去看厂 去看厂? Chilia 这次我想你也是第一次来看厂 看到这么大片的太阳林板 其实自己有什么感受? 很兴奋 这里整个山头都很大 整个山头都很大 香港最多都是一块半块 你会看到屋顶就装一块半块 一块半块都没有看到 一块半块都没有 可能回到内地 Daniel 今天你带我们来看另一个水上发电 刚刚我们看完山上面的 我很想知道山上面的发电站和水上面的发电 其实那个分别在哪里? 是 这个水上飘浮电站 其实有个好处就是可以利用到 一些不同地方的土地资源 因为有些水塘 滩涂 所以可以飘浮了太阳林板在上面 我们就不用用那个土地 因为你知道如果要做一个 地面电站的发电 它要用大量土地 另外在水上飘浮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说它可以发电效率会提高 因为它的水面有着降温 刚刚我打听过一点就是 其实在这个水上面 在兴建 其实它都有两种不同的方式 就是它有一种类似是打桩的方式 另一个就是飘浮 其实那两种大概是什么形式的东西? 如果飘浮呢 其实我们是会用浮筒 将浮筒连起来 现在我们看到蓝色的地方 就是浮筒 那个就是飘浮式 是的 打桩就好像和地面没有太大分别 但是装柱就可能要落到水底 是的 明白 但是为什么可以做到它这么平排 因为它是浮的 但是它也会移动 我看到现在是很整齊的 其实它有将不同的浮筒连起了 一片的 那我们在岸边也会有些成熟 拉近它 就是它移动的时候 它就会一起移动 是的 那变成一个飘浮的平台 好像一个浮台 景仁 看完两家公司 我应该怎么选好呢? Chilia 这次和大家一起看了 安徽毛湖三山区的光沐电站 那信义光能的中期增长是不错的 有一成二 而且信义光能本身有分拆信义能源的概念 再加上其实管理层也有跟我们说过 就是说削减补贴的行业 其实对它来说是有好处 因为可以做到一个太弱流强 所以说强的公司才会继续 可以留在一个行业里面发展 所以我相信对它的前景有帮助 那如果看回估值的话 无论你是从预测PE和预测PB来看 它都是低于历史中位数的 所以如果总体来说 无论是基本因素还是估值来算 信义光能的中长线的投资 其实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那我要回去买一些 回去买一些 好 是的 我要看一下 其实我们这位女主播 随时随地的 要去拍片的时候 她发现自己没有化妆 所以就要临急临忙地 跪地化妆 是的 你看到她五看头地跪地化妆 真是无法弹